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古老的高棉武术在世界文化遗产吴歌窟将展开一场跨越万里的直接对话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 高棉武术相对陌生 目前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公元九世纪曾经出现过一个与简视拳击十分相似的流派 而这一流派成为整个东南亚格斗术的起源 丁盛时期的吴歌王朝占据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 这其中自然离不开高棉武士强悍的攻击力量 高棉武术的威力可见一斑 首届吴歌王者之战 武林峰中简搏击对抗赛 安排了两场高棉拳的比赛 为紫青 苏可欣迎战两位柬埔寨的高棉拳明星选手 这是高棉拳第一次与中国武术的正面交锋 也是第一次展现在中国观众面前 对于中国勇士而言 是挑战 更是学习和交流 通过高棉拳的实战 学习他们的长处来提升我自己 一千年前 宋朝武士与吴歌武士并肩作战的浮雕 依旧倾机可见 今天中国功夫高棉武术 因为武林峰与龙海搏击的联绕 再次产生了化学反应 作为在籍的华人企业 飓风集团龙海搏击 一直致力于中检两国的搏击交流 和高棉拳在世界的推广 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影响下 龙海搏击从走进柬埔寨到融入柬埔寨 不仅加强了河南少林太极两权文化 与柬埔寨高棉拳的交流与合作 更是利用龙海搏击企业自身优势 与柬埔寨体育界一道 共同助推柬埔寨高棉拳走向世界 六十九次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武林峰的频繁出访 和中国勇士的优异表现 让国外的普通民众 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依赖 中国的巨大进步 文化软实力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通过五个王者之战 武林峰中间搏击对抗赛 中国与柬埔寨两国顶级搏击选手的高水平竞技 武林峰在柬埔寨 在东南亚又收获了无数拥趟 武林峰具有鲜明特色的武术交流之路 不仅为一带一幕的人文交流 提供了可参考借鉴的封锁成果 更是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再一次见证了中间两国钢铁班的友谊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您正在收看的是 无歌王者之战 武林峰中间搏击对决赛 展现中简体育文化交流 高棉拳与中华武术同台竞技 今天武林峰百类五个窟 通过与柬埔寨搏击界的交流 我们期待这一场搏击盛宴 将开启中简体育交流的崭新篇章 现场感受到高棉拳的震撼 激发了我们了解 探索这一股老泉中的好奇心 在飓风集团龙海搏击俱乐部 总经理郭阳的陪同下 我们拜访了致力于 复兴高棉拳的 柬埔寨一代宗师 善金献 今年77岁的善金献拳师 是当代柬埔寨高棉拳的创始人 13岁开始跟随自己的舅舅 柬埔寨菩萨省的 一位高棉斗师拳大师傅学习 后因历史原因 高棉拳几乎失传 直到2004年 高棉拳才再次复活 善金献拳师 孙孙不倦地通过各种活动 示范和比赛 在世界各地推广高棉拳 在善金献先生的努力支持下 高棉拳已经成为 柬埔寨复兴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标志 从小棉拳手期间 没人家的练习 一位高棉拳 在世纪中 我会说 我会在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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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等到小棉拳 我会在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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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 我会在世纪中 我会在世纪中 今天中国与柬埔寨都在致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不同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纽带 更是成为一个国家历史和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也正是有了中国功夫 高棉权这样不同的传统武术 今天的世界格斗才变得多姿多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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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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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是比赛结束之后的他们为独立 对 尊重对手 这一拳其实分量还是有的 他以为要独秒了 嗯 就是分量要独秒 如果按照自由握机的比赛 会独吗 说不定就打赢了 好 我们的裁判也在激烈地打分哈 可以看出双锋选手势均力敌 究竟夸落谁家呢 恭喜红方的选手获胜 这出国第一次打吧 又安排在手上 在别人的客谈啊 心里还是比较急的 就想把这一场啊 KO掉 来跟下面的中国运软一起开个好城吧 把这种气质首先打出来 第一回合有点慢肉 好 第二回合其实节奏已经过来了 也有重击打到了 但是呢 没有太好地抓住那个机会 第三回合吧 他就只想 他感觉他就赢了吧 一直想悠走 你看 不再想如果打了 所以说我又特别想 追上去把他想K掉 但是呢 比赛嘛 不是你所能想的就那样 别利用他们的优势啊 残暴那位想来控制距离啊 让你这个拳 无从发挥出来 所以说 希望吧 吸取教学 接下来找到自己的补助 下面 好好的努力吧 毕竟好久也没打准备了 谢谢谢谢 谢谢吴连锋 感谢团队的支持 这么多人 我这么多 下回 加油 大家好 我是齐天大圣魏子清 现在是我在泰国的金边 金布人 我现在在 嗯 金布人的金边 我忘了忘了 出现来也会吧 大家好 我是齐天大圣魏子清 我现在在 简布在烫嘴吗 简布在的金边 再出补一句 请期待我的比赛 好 来 是说发烫嘴的 算过了 重新再来 这次出国比赛的机会 对我来说很难得 领域了很多 柬埔寨的历史文化 为了这场难得的比赛 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次我打六十 不能我这样起重 只要保持我平时的训练动态 就可以了 这次比赛我们教练只有一个 条件很艰苦 互相帮助 互相助理 我那个对手是打的控制型的 可能比较难打一点 内围残暴是他们的强项 拳法这些是我们的强项 上去先不要慌 先找找节奏 打点 打准 大家好 我是齐天大圣魏子清 我现在在简布在的金边 这次准备试试赛 冠军肯的是我呢 我一定会给大家送一圈上一场 请出这批赛 我现在说他还要倒载 算是他还要倒过来 一定是他还要快点 对对对对 一定是他还要快点 你一定要给他拍一张 对对对 鼓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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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起来是谁 在刚才会有60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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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第二场比赛 58公斤四人战 出战的选手是 武林峰 齐天大胜 魏子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训书 世界平均 祝您的工作室 已经进入到决赛的是柬埔寨的选手万文 魏子清这名运动员 近期如果关注武林峰比赛的观众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 通过我们的百人战刚刚拿到了 武林峰7.25公斤的国家级的金销带 他目前在武林峰的战绩是5勝一次KO 而且是5连胜了已经了 对 很漂亮的一个战绩 全胜了一个战绩 但是这次比赛对他是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他这次尝试的是泰拳规则 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 我觉得多尝试一些也是挺好的 就不同的规则 不同的选手 魏子清这也第一次出国打比赛 对 魏子清是第一次代表武林峰出国参加比赛 而且魏子清来自白沙格斗 白沙格斗的创始人顾辉 对魏子清是很有信心 对 不但是在自由搏击这个领域很有信心 对魏子清在泰拳领域将来能取得的成绩 取得的成就拿到的成绩是更有信心 因为魏子清的身体条件 包括这种顽强的斗志 都让我们有理由去看好他的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 整体来说魏子清还是比较主动 一直在超前压 但是柬埔寨的川四雷万通也不甘示弱 打出了很多有效的反击 我们说魏子清是年轻的运动员 99年出生的 那川四雷万通更年轻 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 但是已经有着79战64胜 25次KO这样的一个战绩了 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星 我们可以看到川四雷万通这名运动员 让我们眼前一亮 这个扫踢势大力尘 因为不知道魏子清的前腿 现在前腿外侧感觉怎么样 前手 后手 扫踢 我还了一个 还了两个扫踢 魏子清这名运动员最大的特点 就是技术全面 进攻防守 输出都非常均衡 当然由于年轻 现在防守 我个人认为防守比进攻 还是要略逊一筹 从他的绰号 我们能看出来小伙子的野心 齐天大胜 对 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叫齐天大胜 齐天大胜72遍什么都会 没有弱点 这就是我 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棒了 有这个目标终有一日必能呈现 我觉得有一天它能成为像魏睿那样的 我觉得应该这是他的目标 对 我觉得有远大的目标很好 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 朝前走 先把眼下的比赛打好 好 第一局比赛结束了 在第一局比赛里边 魏子清虽然在自己不是很擅长的领域 泰拳领域出国作战 但是也没有卫手卫脚啊 也是一直在朝前压 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当然这个川斯雷万通 一个比魏子清还要年轻一岁的运动员 也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反击打得很有效果 从第一局的比赛来说 双方是难分胜负 这也让我们对第二局第三局比赛有个更多 sei 玫瑰 你会数 fon余子的 没有什么 坏 增城 敌回去 赌尔 老保 没什么 那 突然 gust stesso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无歌王者之战武林峰终简对抗赛 58公斤级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 其天大胜魏子清对阵柬埔寨的穿思蕾万通 我们看到第二个比赛已经开始了 魏子清还是朝前压 这个穿思蕾万通虽然年轻 但是看着还是比较老练沉稳的 小级别的东南亚 小级别的泰军运动员 是非常恐怖的停在 我再强调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穿思蕾万通的脚步 非常灵活 增加缓价切换 非常的自如 这个都会给魏子清带来很大的困扰 换拳 魏子清想用一个肘法 但是对方闪开了这个距离 这个撞西很漂亮 积福大头 滑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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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走法分开 这个川四六万通动作出来很扎实 对很干脆 没有那么多黏黏糊糊的动作 哦 川四六万通的一个轴法 看会不会还他一个轴法 哦又一个轴法 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变化 由低局的比赛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川四六万通 展示更多的轴法的展示 带摔 带摔在泰拳规则的判罚下 也是可以拿到分数 又是一个轴法 哇这个刺肘的效果还是很好 男手后手 这个从刚刚的万文包括到现在的川四六万通身上啊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一代的泰拳手和老一代的或者是中间一代的还是有不同的 比以往我们对老一代的泰拳手的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们的打法比较美 就是咱们这个选手跟他们在对抗的时候 但我发现这两个年轻的小将啊就干脆离手了 那对因为我们看到的最经常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在进步 但是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 箱本寨整个东南亚泰拳运动员都在进步 嗯技术也越来越全面 那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魏子芹 还是贯彻了自己压迫性的打法 但是穿四六万通针对魏子芹的这些变化 然后做了一些调整更多的使用了一些自己的轴法 也拿到了一些的分数 这样我们对第三局比赛有更多的期待 大家好 那我们聊天 就去拍照 点给大家拍照 见了 吧 点击 咱们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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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 有什么变化 漂亮 全身后手 打高 半摔 帽的膝盖撞击 魏梓芹 我们看到了魏梓芹的肘法 很凶残 虽然不是很规范 但是非常凶残 逼在份上你的肘法还不用出来 我们看到了魏梓芹不屈的斗志 摆拳很漂亮 这个肘法没有打到 后手 所以说身高必长 这个后手拳一直给魏梓芹带来很大的自如的感觉 在进攻和防守上有很多的选择 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他比这个川思雷万通高了10公分 身高1.75 川思雷万通高1.65 又是一个迎击的走法 又是一个迎击的走法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看魏梓芹向裁判示意 但是这也是给了一个独秒的吗 对 这是一个独秒 这不是一个保护性的独秒 这是对手击打造成的一个独秒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一直在游走的川思雷万通 拿到一个独秒以后开始朝前压迫了 他想试一试魏梓芹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能不能扛得住 如果你展现不出来足够的实力 和足够坚强的意志 我相信川思雷万通这会儿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一波流带走 但是我们看魏梓芹调整得很好 魏梓芹并不愿意放弃 这是一个盘轴 川思雷万通越来越狠 对我们可以看到在轴法这项太拳非常有特点的技术 动作的运用上 川思雷万通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小提 有一个条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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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中国观众都听过一句话叫肘过如刀 因为我们的走观点是非常锋利的 相比拳头 因为拳头毕竟有拳头的保护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曼宁的镜头有没有谱 在国家中的地团 通过一条肘 有一个条肘 封锁 有一个条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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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某肘 有一个条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2年4月5日,一架载着武林峰一行的飞机从郑州飞往金边,参加五个王者之战,武林峰终建搏击对抗赛。 这是这条航线开通的首次飞行,也标志着河南至柬埔寨至东盟空中私路的正式启动。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支点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柬埔寨第一大投资来源地和第一大贸易伙伴。 让中国货在柬埔寨流行起来,已经成为中国国产品牌出海柬埔寨的重要共识。 自从我们中国的新车品牌来了之后,随着我们加强售后服务,零部件的供应,还有融资相关的配号,设施的逐步完善, 国产品牌本地消费者的接受度是逐渐上升的。 正如中间两国人民所感受的一样,在柬埔寨的大街小巷,中国品牌,中国文字随处可见,汉语热已经在这里持续了五年。 总的说,我目前是上海大学的一名柬埔寨留学生,因为疫情已经两年了为止,都是通过线上教学授课,希望疫情早日结束,世界早日康复。 我希望和期待见到我的老师和我的中国朋友们。 阿爸卡巴,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和在柬埔寨差不多,汉语热也非常的流行,华语也深深融入了我的心中。 作为一直说华文的华人,我真的非常的自豪。 中国的影响力在柬埔寨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柬埔寨很多人也会过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的春节在这里非常热闹。 国货出海与文化出海相得一张。 作为中国不及标志性的文化品牌,武林峰与诸多中国品牌一样,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讲给全世界听。 中国声音在柬埔寨越来越有力量。 祖国的强大让我们有了坚强的护盾。 无论之前在乌干达,还是现在在柬埔寨,我都觉得咱们中国人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被人尊重。 协庸一水就是两国就等于是一家,一个大家庭。 每个人都是过得很幸福的日子,这些都是有了我们的祖国,对柬埔寨的支持,我们华侨才能得到这种恩惠。 武林峰柬埔寨之行,通过五个王者之战,武林峰中简搏击对抗赛的开始,一场以武会友的文体交流, 已经开始在中简两国人民心中开花结果。 武林峰携手飓风集团龙海搏击正在为共建中简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的作用和力量。 未来,我们的路会更宽广。 现在请运动员上场。 武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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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者之战 武林峰 终简队抗赛 58公斤级 四人战的决赛 穿四雷万通和万文 这个我们从哪个去看红蓝霜吗 两个人的这个拳套上 这个蝉的那个颜色都一样 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 您看到的带碧菇的 带红色碧菇的 这个就是穿四雷万通 您看到没有带碧菇 光膀子是个花壁的 这哥们就是万文 对 由于苏可欣和魏子清 没有拿到第一轮比赛的胜利 所以说两名淺泊寨的运营员 进入到了决赛 第一局比赛刚刚开始 双方很凶 然后换了一轮扫踢 这两位这个身形一样 其实还挺难区分的 身高都是一米六五 对 就像韩老师说的这样 我们更多的能看到 万文延续了他第一场比赛的 作战的思路 稳固防守 找个机会 打反击 穿四雷万通 毕竟年轻 年轻 气盛 目前来说 一直在勇猛地超前压 交换了正灯 握手拳没有打到 踢 泰拳的规则的话 他接腿之后 是也可以一次发力吗 还是他有别的规定 泰拳的规则里面 也是有摔法的 但是更多的泰拳的摔法 是缠暴过程中 能破坏对手的重心 带摔 像这种接腿的摔法 泰拳手其实用的不是很多 因为泰拳有其他的防守的方法 哇 我们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万文的防线崩溃了 穿四雷万通通过前手后手 组合的进攻 给了万文一个深刻的教训 穿四雷万通拿到了一个度量 很大的一个优势 我们看接下来 万文 会做什么样的调整 一个进攻 没办法了 比分落后 走 很有效的反击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第一回合结束 有颜色的反击 在这里 还有什么样的地方 一般人 这项多的调整 是 对线崩溃 有颜色的东西 就失去 有颜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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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种调整 有颜色的东西 我们在这种调整 你们有颜色的东西 我们在这种调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腿 哇 这是一个很冷的动作 赌一把关 这个动作 对 接腿以后的后膏扫 这个强有力的低扫梯 砍倒了万文 又来个独苗 这个川四六万通 相信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是 同时我们也为万文加油 小阳终止了比赛 他因为这个就害怕了 就是他心态上发生变化 因为他第一回合拿到 恭喜红光的选手获胜 同时请中国驻全埔寨 二室 富林市 我们之间的老人送 富林市 获雄英颁奖 富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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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运动员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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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超是刚刚终结了这个欧阳峰的十六连胜 对最近的一场比赛 然后在对阵欧阳峰输过一次以后 第二次碰到欧阳峰打赢了 这个也是给了大家不大不小一个惊喜 这是要组合进攻 奔着半速地接受比赛的节奏 前手脱手 上钩 击斧 有效果 击倒了 击倒了 这是一场速胜吗 我们看劳战特立表情很痛苦 这个基辅的打击效果很好 连续的机会 对 前半天在读秒 好 速胜 速胜 比赛结束了 来自胜利融合的罗超 在这个七十六级别终于选择 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介绍 拼命地控制罗超 击斧 击斧 哇 打进去了 罗超 你真是太着急了 你都没有给大家时间认识一下 劳战特立 这是一场让人觉得非常意外 非常迅速 但是又非常精彩的比赛 祝贺罗超 恭喜南方的选手获胜 有请哥特林朗上台为获奖的选手颁奖 谢谢 我在内台下的话 我是观察了前面几场的那个对手 他们普遍都是太细的 然后腿膝比较好 然后长期他们可能柬埔寨的人长期是打高棉拳的 就是打纯态的比较多 所以我就必须 所以这场比赛我采取的是中近距离 靠我的高 高频率的拳法去输出我的对手 然后在第一局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次也是 我的教练杨涛也是给我制定了非常好的计划 就是上去叫 希望就是快节奏的压制对手 因为对手基本上都是打泰拳出身的 所以我必须靠我的中近距离的拳法去打击对手 这是我跟武林峰出国征战的第一场比赛 然后我特别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谢武林峰能给我这次机会出国征战 我希望今后我可以代表中国70公斤级 代表武林峰 代表我的俱乐部 去征战世界为国争光 2022中国武林大事件 中国国际最高殿堂 武林峰 中国游戏第一直播平台 虎牙直播 在这个暑下再度碰撞 强强联合 打造武林峰虎牙功夫嘉年华第六季 致敬中国传统功夫 天地之中五月争霸 耀眼夺目的明星阵容 意义生辉的顶流嘉宾 2022年7月9日 武林峰 虎牙同步直播 让武术变得更精彩 让格斗变得更有趣 今在武林峰 护崖功夫嘉年华 河南卫视 文化中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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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